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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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想你 大妈 我正在想 大哥 大哥 你别这样 大妈 我有事跟你说 跟我走吧 大哥 大哥 你别这样 跟我来 大哥 放开我 我希望你别这样 大妈 浓柔件事 必须得告诉你 什么事啊 你知道天佑有一个 和我签的贷款协议吗 协议 什么协议啊 就是 一个信封对天佑很重要的那楼 对 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 我是看到拿到一个信封回家 他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要放在家里 我记得他当时 是放在床都柜底下吧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东西吧 应该就是那个 是吗 他妈 你知道我们那个协议 会要了天佑的命呢 怎么会呢 你还记得以前天佑答应过 你要给你盖楼 但后来又不盖了吗 他是把你们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跟那个鸡村赌一把 我劝了他好多次的就是不听 还逼着我跟他签那个协议 要从我这儿再带走五十万 可是你说天佑怎么可能 逗得过日本人呢 那你别带给他不就成了吗 可是有那个协议 我就不得不带给他 可如果我要带给他 等于是害了德游局 害了天佑 甚至于害了洪志啊 你们俩怎么还不回来 来 吃点 嗯 有吃好了 我走了 这不到上学时间呢洪志 您知道吗 崇智哥他要去济南上学了 他为什么要去济南呢 我听崇智哥说 他就要他去济南上学的 明天就要走了 所以我和夏慧想要上街 给他买件礼物送给他 我走了 等会儿 反正你拿钱来 不用我这儿带钱呢 我走了 那你慢点啊 哎 晓晓妈 我在这儿等你 你赶紧回去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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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啊 洪志啊 洪志他刚刚过去 哎 没事了啊 别担心 怎么会看见你的 你赶紧回去拿吧 啊 啊 大哥 我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啊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啊 我这么做 真的是对天佑好吗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咱们只能这么做 才能去救洪志 去救天佑 哎 哎 哎 妈妈 妈妈 你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相信我不会骗你的 好 快过去拿吧 啊 我相信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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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